嗯 家政 这是怎么了 方才 药不活进来有账 我没钱还 他们把家里打砸一番 连昨晚没换完的那幅画 也抢走了 画要那幅 他们什么时候走的 前脚走 你们后脚就到了 是哪家药店的人 真 真老头 那幅画啊 也不在此处了 什么 王渊外家的公子来抓药 恰好看中了那幅画 出价买走了 买走了 他家在哪 我现在去找他买回来 怕是不能 王渊外病重了 举家不欢 闭门谢客 那怎么办 王渊外什么病 这倒奇了 是个怪病 请了几十个大夫 都治不好 咱家大夫也瞧不出 只好给开了几幅 强身健体的方子 他家在哪里 宣平坊最大的那户就是 那我问你 刚刚去贾生家的 是你吗 不是小的 我只是个跑堂的呀 那是谁 我跟你说 真的呀 是啊 等一下 欠债还钱 天经地义 但是你们打人 抢话就不对了 如果你们再敢 欺负贾生的话 休管不客气 还有 还有人多管些事呢 要不 我们去王家 把花给偷回来 不行 为什么 王府是大户人家 人多眼杂 不能随意使用妖法 为什么呀 你刚刚不是还用了吗 刚刚就两个人倒还好 要是传出去有妖怪的话 那就麻烦了 那昨天 今天就是不行 你别啰嗦了 今天不一样 畏首畏尾 难道 你看到桌腰师了 谁怕桌腰师啊 那你怕什么呀 你怕什么呀 不一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怕是又扔到花街柳巷做馋头了 夫人 外面来了一位大夫 说是有祖传秘方 专制疑难杂症 来 快请进来 是 夫人 大夫 来 请坐 敢问大夫贵姓啊 免贵姓夏 我们家大夫江湖人称夏审一 夏审一 我们家老爷突发急症 请了诸多大夫都难寻良方 至今卧床不起 不知夏审一可有灵丹妙药 自然是有 不过 我得先看看你们家老爷得的是什么病 才能对这么下药 如此甚好 烦牢二位随我来 这就去见老爷 老李 过去找人帮我把这幅画表的下来 大夫 你这个不孝子 还不快去看你爹爹 惦记什么画 就一幅画 这可咋整 除了知道他还活着 其他什么都没拔出来 夏审一 我家老爷脉相如何 比较复杂 你们老爷还有什么种 还有见风流涕 浑身骚痒 身上还起了许多红疹 像是虚马疹 不小时候得过 是不是过几个时辰就消了 之后又反复发作 对对对 沈云说得极是 这 就是慢性寻麻疹了 亡源外 一定是过敏体质 就是身体的一种应激反应 亡源外一定是对某种卧品比较敏感 比如花草 鱼虾皮毛什么的 府上有这些东西吧 这些东西家中倒是一直都有 可也未见老爷因此患病啊 这个 那就是刚刚开始过敏 亡源外在生病前 有没有做过与此相关的事 前些天都是炖了鲜鱼汤 我就说嘛 肯定是你因为吃了鱼 可是我爹啊 他平时就爱吃鱼 还没人去钓鱼呢 对啊 你看那池塘里的鱼啊 都是他钓的 这段时间一定要和鱼隔离 从池塘边走就要戴口罩 口罩 口罩 这 就是想办法捂住口鼻 手帕上壳 吩咐下人 凡是占有鱼星的东西 都不能让老爷碰触 下神医啊 你给我爹这过敏之症啊 开个药方子 我去找个药 治愈这药方吗 这过敏该怎么治啊 凯瑞塔 他们又没有凯瑞塔啊 葡萄子具有宝剑 抗过敏 可以缓解蕁麻疹 下神医啊 这就是药方 葡萄 葡萄 不是葡萄 是葡萄籽 维生素和矿炉 我的这味药就叫做 葡萄籽精华胶囊 对缓解过敏具有奇效 下神医 你所言近乎神书 我等啊真的是闻所未闻 你所说的葡萄籽胶囊 该如何起伏啊 这 夫人可以将葡萄籽磨成粉 然后再取面粉若干 我们家下神医 就可以亲自为你制此药 给老人服用 好好好 快拙人去磨制葡萄籽粉 这药呢 越新鲜越好 时间久了 药效就会变弱了 最好能让全府下人 全部 改制 内行办 老李 把府上上上下下 所有人叫上 一起模样 好 那我 我现在就去了 去 快快快 你干什么 我怎么知道你 我怎么会醉啊 你随便搓两个药丸 一死一死就好了 这老爷 中了妖气 此时会怕跟妖怪有关 那怎么办 稍后我自有办法 我先去偷花 等下人一集中 我就方便行动了 小的内极 先行方便一下 快去吧 请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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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上位叫我去点画 什么画画 先放一放 老爷的病要结 真的白的神医啊 我怎么没听说说 骨头子能用药啊 我看了 又是一个骗人的江湖术士 这夫人也是病急乱投医 快走吧 走走走走 所有人都去大厅魔药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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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的是真的 我亲眼所见 那个姓夏了神医 他化作一段蓝光不见了呀 真的吗 这是一个仙人呢 我们老爷有救了 是呀 拜见夏仙人 拜见夏仙人 拜见神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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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见夏仙人 拜见神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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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救了 有救了 我爹真的有救了 有救了 你是谁 你醒了 是你救了我 这儿我的人呢 不是人 是他 鲤鱼 这是一只鲤鱼精 不幸被王渊外调走了 放进了自己家的池子里养着 鲤鱼精不幸被困 心生怨害 所以 王渊外的病 就是他害的 我去把他抓来 放回他的远处之处 再消他一百年的灵气 当作承接 你是猪妖师吗 怎么没有猪妖龙啊 我是妖王 头一次看到不怕妖怪的人 也难怪 你身上还带着靳元灵珠呢 灵珠乃仙界宝物 为何会在你身上 因为 因为我不是这里的人 我是从一千年的未来来的 你不要碰灵珠 改变了历史 我们可都得完的 千年之后 靳元灵珠竟然在一个小姑娘手里 不知是什么造化 你怎么知道我是小姑娘 你倒是说说 又是谁 在你身上试了妖术 让你变成一个 长胡子的江湖神医的 小葵 门晓 你看 这个鞋子多漂亮啊 去说 月光明亮 它们很美 而我很失落 对啊 这个时代的冤枉 不就是雀生吗 原来 它就是白晓暗恋了一千年的女神 为何你知道我的名字 难道 你也来自未来 无论认识于否 如今 你在她身旁 还给她施了法术 致使她无端沾了妖气 引来其他妖怪的袭击 此乃犯剑 是 即使如此 你可认罚 我认罚 人妖两边 切不能相守 你速速 离她去吧 不 我是因为一些缘故 不得不在她身边的 给我一个月的时间 我自会离去 难道不是因为 日久生情吗 不是的 十二个时辰之内 不得使用妖法 此乃本自成见 一个月后 望你能如约 离开这位姑娘 不然 即便你回到未来 未来的我 也必将惩罚于你 还有一事 你叫什么名字 既然日后定会见面 你不妨告诉我 你的名字 就像今日 你换我一样 来日 我也可换你 我叫 白萧 白萧 我记得了 我说 你轻律 你 我问你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哪赶得上这么多乱七八糟的事 两位 何时要离开呢 尽早 光云花烛是有时效的 反正你的画也画完了 我们就可以放心地走了 你要好好保管这幅画 别再被人抢走了 小生有生之年 一定全力护着画周全 只是 恐怕小生时日无多 想想这画 受尽颠沛流离之苦 千年之后 叫声 达 鸡 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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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时乃最短的咒 咒 咒为限制 亦为通筑 什么是限制 什么是通筑 名字 使万物从未知便有知 使混沌万物得以清朗 事已为限 人笃信严灵 严则有力 凡话语念千万变者 便可成真 事已为奇 没换一遍名字 既为笔事限制 又为笔事祝福 一看你就是没听懂 他的意思是 有了名字 才真正成为世间存在 万物皆有灵 语言也是一样 一句话被重复千千万万遍 这话的本身就有了力量 而每天呼唤最多的 就是自己的名字 名字是限制 也是祝福 所言几事 白公子的名讳 又为谁所取呢 是啊 妖怪没有会起名字的父母 那是谁第一次叫他白宵呢 假生 你快进屋休息吧 外面很凉的 无妨 无妨 两位待我恩重如山 即将启程离去 小生 怎可适配呢 对了 还有一件事 开心了 来来来 我们一起来拍张照片 这铜镜是什么 那难不成是妖母 懒得跟你解释了 快没电了 快快快 来来来来 白宵白宵 你也来 我数三二一 我们就下啊 三二一 我一直以为是雀生给我 我一直以为是宝贝 我们待会有没有 我们追杂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反倒有些不知所措 都是想亏多事 这一回来我脑子都乱掉了 干脆现在就回去 你干嘛 回去啊 现在 回去 当然啊 通道在南语池里面 你想在大白天回南语池啊 走 走吧 我们不用跟亚生道个别吗 大半夜呢 他身体又不好 让他休息休息啊 也对 他比较啰嗦 要是和他告别 估计又得感激淋淋一堆文文 咱们要从浴室回去的话 你这三亿五千万不就打湿了 也对啊 走吧 走吧 什么 你不乃笑不话 嗯 当初 奴家想要明珠心切 就情急之下撒了个谎 请公子原谅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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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你啊 赶紧想办法还钱吧 你怎么能这样啊 就算是要 你也得讲点诚信吧 奴家见诸位如此热神帮忙 着实不忍心在欺瞒 但是 奴家定会帮公子还债 哎呀 你怎么还啊 三亿五千万呢 难道这让你去游乐园 淡鬼抓情啊 这个 奴家不会 那你会什么呀 奴家可以帮公子画符 这个 奴家 公子这符想必不灵 借言你画得不准 奴家一直跟骨骑对方在一处 各种符号咒语 通通认的 谁要你画 你这哪是帮我 你这是黑我 奴家并无此意 奴家并无此意 车道回来了 跑到哪里去 是不是又被那个泥土鸡勾引了 再往前走 靠近一点 别碰那蜡烛 你 过来 怎么了 心不在焉的 难道 那小蜜蜂腰又劈腿了 我就说嘛 密封采密是天性 你怎么还能指望那个渣男呢 哎 女人千万不要因为失恋为难自己 你看看你 一脸憔悴 蓬头勾面的 像什么话 来 没事的 贴上去 那时 你干嘛 防止失身啊 你真是的 在我一个小女儿面前说脱就脱 又怎么了 我先来 防止待会儿失身被你看到 你又没什么可看的 你又没什么可看的 拿着 快说 谁是施咒的人 啊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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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断修施了 网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